第四十六集 甚至到最后 瑟瑟发抖的 归缩到了角落里 白色灵力 乃天地本源之力所化 极同人性 平时高傲资金 何曾有过如此模样 仙将望向来人 感觉到自己不能动弹 一时间面色大惊 神情斗变 忍出了清暮的仙将 眼底除了京剧外 还带着明显的疑惑 清暮上君 怎么会擅闯玄天殿 循着清暮的眼神 他们看见清暮 直直地朝着王座走去 神情一震 清暮上君 难道打的是聚灵珠的主意 聚灵珠乃鲜结至宝 他怎会如此大胆 王座顶端处 泛着白光的聚灵珠 被镶嵌在了 四四方方的水晶之中 温许尊贵的气息 自王座上蔓延 笼罩着整座宫殿 不愧为三界主宰的殷袭 清暮眯了眯眼 无视殿中 仙将喷火的眼神 抬步走上了王座 清暮上君 快住手 聚灵珠乃玄天殿之柱 你如此做 会毁了玄天殿的 方思没有听到 仙将黄极的呵斥一般 清暮破开了王座前颤抖的白色灵光 手在触到水晶的时候 微微一震 被弹了开来 轻条俊眉 他加重了指尖处的金色灵力 震碎水晶 将聚灵珠拿了出来 聚灵珠脱离王座的一瞬间 整个玄天殿开始震动散落 王座瞬间化为飞灰 万丈灵光自聚灵珠周身扩散 突然出现的浓郁灵气 让天宫的仙君一震惊慌 纷纷抬头望向了天宫中 悬浮的玄天殿 那里白光骤现 一抹金光交杂其中 似是尊贵无比 阴影花破天际 感觉到两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朝玄天殿而来 轻母皱了皱眉 将聚灵珠收好 朝殿外的天门飞去 正在仰头端看的仙君 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何事 就看到数位守殿的仙将 被蛮横地扔了出来 然后一声巨响 屹立在天宫数万年的玄天殿 轰然倒塌 化为虚弱 随后一道金光自其中飞出 朝天门而去 看着空荡荡 着实有些寒碜的天空 仲仙面密相觑 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毁了天地的玄天殿 微言而冰冷的声音滑破天际 微言而冰冷的声音滑破天际 一道玄色人影从天宫深处飞来 正好停在了天门面前 挡住了清木 天地虚站在空中 望向清木的眼底 溢出了丝丝冷意 忠仙这才知道发生了何事 望向了空中 一玄一清两道身影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清木上君经受了九天玄雷 迟早会尽为上神 成为天地之中的至尊存在 怎么会在天后寿宴之日 做出这种傻事来 白光骤现 巨大的开天府 自天地手中而出 朝清木劈去 排山倒海的威压袭来 清木谋色一暗 化为了树道身影 迎上前去 以她如今的实力 要战胜天地 根本不可能 更何况 还有一个同样拥有 上神之力的天后 还没有出现 所以她只能选择这种方式 利用金光幻影 突袭出去 盈盈之光 你也敢相争后运 冷哼一声 无数把开天府 应声而现 挡在了清木画作的虚影前 居然毫无破绽 清木面色微变 眼底显出了一抹凝重 天地根本就是在全力以赴 丝毫没有手软的打算 她叹了口气 幻影重新重合在一起 金光之下 智阳枪挡在了批来的开天府面前 清木瞬间提快了速度 竟是丝毫不在意背后的安危 竟直地朝天门而去 望了一眼朝天门外冲去的清木 天地眼一沉 手一挥 一道悬光披下 直直地落在了她身上 看着那青色人影顿了顿 但却不肯停下来 天地怒火箭烧 最后一丝耐性被磨光了 手心处灵力骤现 纯粹的白色灵光 开始在空中聚集 晴日雷鸣 一时间 整个天门都仿佛暗了下来 巨大的晴天掌 出现在天际朝清木拍去 天门近在眼前 背后凌厉的掌风袭来 清木抿了抿唇 执拗地朝前飞去 连九天玄壘都扛过来了 她就不相信 这一次逃不出去 巨掌降下之际 一条金龙突然出现在了空中 生生地接下了这一掌 然后又和智阳枪对峙的开天府 缠斗在了一起 挡在了天地的面前 望着空中匪夷所思的一幕 众人眨了眨眼 似是不能相信 三界中除了天地外 唯一的一条金龙 便是天后所出的景昭公主 景昭 你竟敢帮她吗 难道你不知道 清木夺聚灵珠 毁玄天殿 犯我天归吗 这阳枪突然回到了手里 意识到不对劲 本已逃出的清木挥转头 听见天地口中的鲁岩 愣愣地看向了挡在天地面前的金龙 停了下来 怀中的巨灵珠 也似乎在这一刻变得炙热滚烫起来 巨大的金龙悬浮在天际 身上的龙铃翻飞 山口处血痕累累 他望向了天地 金色的大眼里满是砍球 然后挥转头看向了清木 还不快走 我不知道你和菊灵珠干什么 但是如果你走不了 这种天宫夺宝又有什么用 复合上来疼我 他不会怪罪于我的 急怒声从金龙的嘴里突出 清木头一次在那双眼睛里 除了爱念和担忧 还看到了一抹决不放弃的执着 他神情复杂 长吐一口气 收起了制阳枪 朝景昭道 景昭公主 今日之人 清木日后定报 话音落定 他深深地朝天际看了一眼 身心一动 朝妖界的方向飞去 父皇 请您省下留情 金龙回转头 缓缓开口 在开天府下的巨大身躯 又被逼退了少许 声音一落 到最后 他还是只愿意 称他一声 景昭公主 你简直执迷不悟 天帝一甩长袖 看清木消失在了天满处 神清冷宁 怒道 景昭 你身为公主 却为一己之私不顾天规 这数万年 我就是如此教育你的吗 望着景昭 天帝眼底满是失望和痛惜 最后一摆手 眼底的情绪 尽数消失 化成了冰封一般的意然 随后 天帝恢弘的声音 传遍天际 公主景昭 祝上君期末出头天宫 自今日起 学上君之位 镜压索仙塔万年 慕光 不要 几道人影 自远处飞来 落在了天帝身边 听后的目光 落在了伤痕累累的景昭身上 眼底满是心疼 急倒 昭儿 还不向你父王请罪 景昭和景剑 一时担心地望着他 却说不出话来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景昭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赶来对抗天帝 景昭金色的眼睛眨了眨 并未化成人形 龙身微弯 低下头道 儿臣罪犯天归 甘愿受罚 见景昭 甘愿领罚 天帝眼底 多了些许意外 圣怒的面色 稍微回暖 但他仍是一挥手 无视天后 砍求的眼神道 既然如此 你且去吧 话音刚落 天宫深处的索仙塔 出现在天门之上 化为丈高 泛着幽冷光泽 将伤痕累累的金龙 完全笼罩其中 光目下 巨大的龙身 渐渐缩小 他朝天帝 天后看了一眼 眼底油带不舍 道 父皇母后 静昭不孝 两位兄长 保重 天后眼眶微红 狠狠地转过了身 不去看他 天顶仍是一片冷色 拳头微紧 手一挥 金龙被收入了索仙塔 索仙塔在空中打了个旋 然后朝着天宫深处飞去 落入了一片灯灯之中 天门处 冷宁之气 缓缓蔓延 感觉到天敌天后的震怒 众仙紧声低头 心中暗叹 一朝好好的寿宴 却以巨灵珠被抢 玄天殿被毁 竟招公主被押而收场 这次恐怕就算是古君上神来求情 天帝也不会轻易收手了 四大天君何在 威严的声音 天帝 天帝一骂当仙 朝青木消失的方向飞去 天后景阳顿了顿 跟随在天帝身后 竟见神色复杂 忘了一眼所仙塔消失的地方 重重地叹了口气 青木并没有抢去灵珠的理由 除非是为了后持 那凤然会不会被牵扯其中 想到这里 他神经一将 飞快地朝天帝天后消失的方向追去 天帝射列 三军归位 捉拿上军期末 四大天君站起身 对着天际扳下律令 眨眼间数万天兵出现在空中 银白盔甲火红阴落 冷硬长脊 肃杀的气息 缓缓在天门之前蔓延 呼啸一声 四大天君各执以军 朝着天帝的方向而去 这天蔽日的仙云 万年未冻的仙界大军 泛着冰冷的色泽 在仙界通向妖界的上空 化成了浓墨速杀的死神镰刀 仿佛收割着即将消失的生命